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梅一向好面子 我们恋爱两年结婚四年 如果不是实在遇到难处 她肯定不会张这个嘴 先介绍下我的情况吧 我叫李成 今年36岁 山东人 四年前因为仓库进水 我的化工生意血本无归 欠下一屁股债 连房子都顶了账 为了躲债 我们把儿子蒸蒸送到刘梅娘家 两人跑到外地打工度日 在外没多久 刘梅突然说她过够了那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不想一辈子就这么穷下去 要和我离婚 伤心之余 我还是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所有债务归我 孩子给刘梅 我唯一的要求是让刘梅照顾好儿子 离婚后 刘梅嫁给一个姓茵的生意人 我则把妻离子散的痛苦埋进心里 振作精神 一边打工 一边拼命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张琳 她没嫌我穷 义无反顾地和我在一起 后来 我和哥们周易合伙重新开了化工厂 经过三年的努力 不但还上了外债 还买了房子 2018年五一 我迎娶了张琳 婚后的日子和谐美满 唯一的遗憾是 结婚两年多 张琳始终没有孩子 去医院检查 确诊她是不孕症 这对张琳打击很大 我安慰她说 我已经有了症症 生不生都没关系 也许是因为自己不能生 所以张琳非常喜欢症症 这几年 我接蒸蒸的时候 感觉刘梅过得挺疯狂的 现在突然借钱 不知究竟什么原因 我问刘梅 她红着眼圈说 母亲得了癌症 老人家本就没什么积蓄 全指望她跟妹妹 妹妹家日子也不宽裕 亲戚家能借的也不多 只好求助于我 老阴的生意挺红火啊 十万块都拿不出来 我半信半疑地问道 刘梅的脸一下红了 由于再三 她才坦言 老阴其实就是驴屎蛋子外面光 她的生意看着挺大 其实根本不赚钱 这几年一直靠贷款硬撑着 眼看就要资不抵债了 说实话 当时我心里多少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法 毕竟当年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她决绝地离去 并迅速加了个大款 结果还不如我 十万块不是小数目 而且听她的意思 一时半会儿也还不上 但是能让刘梅拉下脸来求我 我怎么也不能让她小瞧了吧 刘梅看我沉音不语 以为我不愿意借给她 她支支吾吾地说 愿意把娘家的房子抵押给我 要是一年内还不上 就拿房抵债 爸爸 舅舅姥姥吧 蒸蒸也抓着我的手 祈求道 我不想让姥姥死 看着儿子眼里的泪花 我心一软 沉重地点了点头 这事儿千万别跟张琳说 她知道了肯定不同意 刘梅一再嘱咐我 钱是我从周易那里拿的 并让她帮我瞒着张琳 周易劝我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万一让弟妹知道了 你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还不如直接坦白 更能显得你心里没鬼 要是她不同意 我再帮你想办法 现在回想起来 她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可惜我当时糊涂 差点让自己的新家庭破裂 刘梅妈做完手术后 我特意去医院看她 刘梅跟妹妹刘兰都在 老太太一直感谢我 又说刘梅命不好 不会看人弄得刘梅很尴尬 我赶紧告辞走人 一个周末的晚上 张琳从娘家回来 对我大发脾气 说既然我跟前妻还有感情 就不该跟她结婚 如果我想跟前妻复合 明说就是 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我一听就懵了 这话从何说起 张琳冷笑道 刘梅他妈住院的钱 是不是你出的 邻居们都说 你舍不得前妻 主动掏钱给前丈母娘看病 你可真大方 出手就是十万 话说回来 你挣的钱 就是都送给她 我也管不着 我只愿自己瞎了眼 拿你这个白眼狼当好人 她边说边哭起来 张琳和我算得上是患难夫妻 我很珍惜她 看她如此伤心 我赶紧解释 钱是借的 有借条为证 而且我完全是冲着她妈 帮我们看了几年孩子的份上 也是怕她多心 才没敢说 真没别的想法 听了我的解释 张琳的脸色有所缓和 但还是不住地擦眼泪 我也知道她的心病 因为不能生育 她一直对我们的婚姻 有危机感 为了打消她的疑虑 我拿起手机给刘梅打电话 还开了免提 我说借钱的事 张琳已经知道了 现在引起了误会 让她过来澄清一下 刘梅有点慌乱地说 我还要陪床 没时间 以后再说吧 我又问她 这事儿是不是你说出去的 她说 不可能 那不是没事找事吗 说完就挂了电话 老婆 这下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放下手机 我陪着笑脸对张琳说道 张琳冷着脸不搭理我 我找出借条给她看 又说明天一早 就带她去医院找刘梅 把这事儿当面说清楚 第二天一早 我拉着张琳去了医院 在病房外 我让刘梅给张琳 把事情解释清楚 谁知道刘梅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低着头一声不响 我着急地说 你倒是说话呀 这一催不要紧 刘梅眨了眨眼 竟然哭了 她的反应让我始料未及 张琳也黑了脸 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转身就回了娘家 我上门解释 可是怎么说她都不听 后来她松了点口 说让我现在就把钱要回来 才能证明我和刘梅的清白 考虑到老人家还在住院 再说一年期限还没到 这时候催债 有点不合情理 我让她再等等 张琳就骂我心虚 又质问我 是不是嫌弃她不能生孩子 就在两人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刘梅又来了电话 为了证明自己 我当着张琳的面接了电话 电话接通 竟然是蒸蒸 她哭着说 妈妈和殷叔叔又吵架了 还吵着要离婚 此时此刻 这个消息 无意于火上浇油 张琳一口咬定 我和刘梅约好了要复合 还哭着说 要成全我们 此时的我 真是焦头烂额 蒸蒸的哭声 又让我牵肠挂肚 我只好 先去看蒸蒸 在刘梅家 我见到了满面泪痕的 刘梅和蒸蒸 刘梅说 她找我借钱的事 一直瞒着老音 现在 为了早点还钱 就跟她说了 结果 老音醋意大发 两人大吵一架 还喊着要离婚 离了也好 反正蒸蒸 也不喜欢她 刘梅搂着蒸蒸 一边抹眼泪 一边说 我鼻头一酸 竟不知 该说什么 曾经 我们也是相亲相爱的 一家人 看到他们这个样子 说不心疼 是假的 刘梅说 借你的钱 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不上了 我本来想让我妈把房子卖了 又担心 她刚做完手术 不能受刺激 不着急 现在可不能刺激她 我急忙说到 刘梅又说 你以后要经常来看看蒸蒸 你才是她爸爸 孩子整天念叨你 看着儿子期盼的眼神 我只有点头的份 第二天上午 刘梅发来一条短信 我离婚了 今天就搬回娘家 你别忘了 经常来看看蒸蒸 我原以为 她只是一时说气话 没想到 竟这么干脆利落 再一想 当初她离开我的时候 不也是这么利索吗 只是张琳那边 恐怕更说不清了 思来想去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张琳娘家的邻居 是怎么知道我借钱给刘梅的呢 我和周易不可能说 剩下的就只有刘梅 但刘梅为什么要说 说了又有什么好处 她又是通过什么渠道 让张琳邻居知道的呢 还有 明明是刘梅主动求我 怎么就成了 我为了复合 主动掏钱了呢 我越想越蹊跷 又去了一趟张琳娘家 迎着他们的白眼 把自己的怀疑说了出来 岳父也觉得我的怀疑有道理 我们一起找到那个邻居家 最后终于搞清楚 谣言的源头 是小区便利店的老板娘 我又直接去找了那个老板娘 一见面就立声质问她 为什么要造谣破坏我的家庭 我警告她 如果不说实话 就让她生意做不下去 老板娘害怕了 聂如再三 方才说了实话 原来她跟刘梅妹妹刘兰是同学 这些话都是刘兰告诉她的 刘兰还说 我和刘梅离婚 就是因为张琳第三者插足 为了帮姐姐出头 她拜托别人 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 帮她在小区里散播这些言论 她出于对小三的义愤 就答应了 我把她的话都录了音 又告诫她 不要再跟刘兰说 然后又带着张琳 约刘梅见面 在刘梅娘家 她端茶摆水果 脸上一直带着笑 丝毫看不出来 刚刚离婚的样子 她说 搬回娘家也挺好 就是离真真学校远了 上学不方便 我让真真先去卧室 然后正色道 刘梅 你为什么让你妹 在张琳家的小区 散播那些谣言 我好心帮你 你还这样对我 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刘梅的脸色 一下难看起来 她肯定没想到 我把事情都搞清楚了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低着头说 是 我就是想让你和张琳离婚 我们复婚 这话彻底把我惊到了 你想离就离 想付就付 什么都得听你的 那我算什么 你早干什么去了 我越说越气 我是蒸蒸的妈啊 刘梅猛地站起来 喊了一声 我后悔了行不行 为了蒸蒸 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嘛 张琳虽然比我年轻 可我比她好看 比她能干 当年 要不是我帮你 你能发家 看着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 只觉得和她再无话可说 你太自以为是了 抛下这句话 我甩门而去 回到车上 我掏出手机 让张琳听刚才的录音 张琳什么反应都没有 我忐忑地说 对不起 我不该瞒着你 都是我的错 原谅我好不好 你也觉得 她比我好看 张琳悠悠地问道 瞎说 在我心里 你是最美的 我失口否认 张琳转过脸来 看着我轻轻地说 我可以原谅你 但不是因为贪恋你的钱菜 也不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我心头一痛 瞬间湿了眼眶 我知道 我握住她的手 因为你心里有我 我虽然痛恨 刘梅的不择手段 但是 让我立刻逼着她 卖房还债 也有点不近人情 在这件事上 张琳充分表现出了 她的大度 她同意 等刘梅妈 康复了再说 那以后 老太太的病情 又反复恶化 刘梅要照顾她妈 就经常把张琳送到我这里 我自然求之不得 相处久了 张琳和张琳的感情 越来越融洽 而刘梅看我的眼神 却越来越冷 2020年10月 拒刘梅借钱整整两年 刘梅妈病逝了 葬礼过后 刘梅闭口不提还钱的事 连我在接张琳也百般刁难 这下彻底激怒了我 我打电话问刘梅要钱 她却口气强硬地说 要钱没有 一气之下 我去法院 递交了起诉书 要求强制执行 这边 我刚接到开庭通知书 那边刘兰就打来电话 说她姐骑电动车摔倒了 左小臂骨折 让我先带一段争争 张琳知道后 反倒劝我 这钱 刘梅能还就还 不能还就算了 不为别的 就冲她是真正的母亲 我也不能做得太绝了 别让真正长大了 记恨我 我知道张琳的好 但没想到 她会这么大度 气消了以后 想想她说的也是 一切为了孩子 我给刘梅打了电话 把张琳的话转告给她 说法院那边已经撤诉 钱我也不要了 让她安心养伤 在电话里 刘梅半天没出声 出院后 她连招呼也没打 就吊着胳膊 来了我家 张琳大大方方地 接待了她 倒是刘梅 显得很不好意思 但她接下来的话 让我和张琳 都大吃一惊 刘梅说 散播谣言的事 是她的错 当初 我刚开始创业 最苦最累的时候 都是她陪我度过的 没想到 后来生意失败 她意识糊涂 选错了路 看我现在发达了 而她的日子 却越来越落魄 心里后悔极了 而我很痛快地 借钱给她 让她产生了错觉 以为我还对她有情 所以一时鬼迷心窍 就任由她妹 去散播流言了 没想到 我们非但不记恨她 还以得抱怨 特别是张琳的宽容 让她既感动 又惭愧 她也没能力感谢我们 现在愿意把 真正的抚养权给我 等过了年 她的伤好利索了 再出去找工作 她又哭着对张琳说 对不起 你是个好人 真正交给你 我放心 以前真正总是说你的好 我还嫉妒 现在看来 这是你们的缘分 我和张琳万万没想到 刘梅这么痛快 就把孩子的抚养权 还了回来 对此张琳说 可能是好人有好报 如今 据春节还有一段日子呢 张琳早已经把 真正的新衣服置办好了 看着他们 这对后天母子 有说有笑 我不禁摇头苦笑 早知如此 当初 真不该自作聪明 瞒天过海 夫妻之间 如果连最起码的信任 都做不到 又如何 相濡以沫 共担风雨呢 吃一欠 长一智 说的 大概就是我这样的人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